朋友们好,我是老默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湖北小吃,火烧吧 因为有朋友留言说想吃家乡小吃 今天就分享一下技巧 先看一下材料 这里是中筋面粉,150克 小苏打准备1克 酵母2克 接着把这些材料先搅拌均匀 再准备盐,鸡精,五香粉各1克 不需要很多,一点点味道就可以 然后把佐料充分地拌匀 味道才一致 接着准备90克水 这个水量一定要注意好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水分一定要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成画面中这样的状态 然后再搓 这样就保证面团好揉 面团揉好之后 像画面中这样就可以不粘手 然后盖起来进行发酵 发酵的时间20分钟 面团发酵完成之后 就像画面中这样 然后撒上一些干粉 接下来揉面这一步大家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里面的气是比较足的 咱们揉面的时间一定要稍微延长一点 把这个面筋充分揉出来 咱们做好之后 它的形态外观才会好看 所以揉面必须要长一点 差不多揉光搓成糖条 然后揉剂子 这个剂子五六十克一个就可以 撒上干粉稍微搓一下按扁 接着擀面皮要特别注意 前往不要擀得太薄 稍微有一点厚度 咱们做出来的外观也会好看 擀好的面皮就像这样 接着来包馅儿 大家包肉馅儿素馅儿都可以 今天我准备的是肉松 包的时候直接像这样 给它兜进去就可以 前面咱们说过 这个面皮一定要稍微有点厚度 主要是因为咱们在包的时候 防止一边过薄 做的时候容易烂掉 所以擀面皮的时候稍微厚一点 做出来样子就比较好看了 全部包好之后 咱们需要这样轻轻地按扁 按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轻轻地压一下就好 如果按得太扁 咱们做好之后 它的状态就没那么高 也不好看 全部做好之后 咱们需要沾上芝麻 上面沾上水 两面都要沾 但是要注意 这个水量千万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 咱们沾上芝麻它容易掉 所以一点点水就OK 沾好芝麻之后 咱们需要在案板上像这样 再压一下搓一搓 现在沾不牢的芝麻 能让它掉就让它掉 不要再做好之后掉 处理完之后 用保鲜膜盖起来 稍微醒个五六分钟 时间不用长 醒好之后 咱们揭开保鲜膜 可以看到边上开始变圆 拿的时候手感比较轻 一按能够浮起就可以 接着把地面针提前预热 加上一点油 这个油量也不用多 但是这个电饼铛的深度 一定要稍微深一点 做出来才好看 热了之后直接放进去 盖上盖 保持中火 闷三分钟 打开盖子之后 成为这样的颜色 变得很古 像这个状态就OK了 接着放入烤盘 然后预热烤箱 预热烤箱的温度 就用最高温度就可以 预热的时间 大概七八分钟就好 放入饼之后 还是同样的温度 烤制时间四到五分钟 时间不要长 时间到直接取出 这样火烧吧 咱们就做好了 非常简单 热吃 外皮非常的脆 里面依然松软 咸香适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的一个状态 还是比较OK 这个松软程度也还行 上面也是硬硬的 切开以后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喜欢的朋友 不妨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